其实羊与羊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一蟹羊的屁股特别大 比如阿勒泰大尾羊 它们的屁股又翘又圆 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 跟两个大水球似的 一蟹羊的体型非常小 比如尼日利亚乃山羊 它们长大后的体型跟柴犬差不多 而且长得毛茸茸的 所以经常被当做宠物伴侣饲养 甚至你可以用手把它们拖起来玩 还有萨能乃山羊 关中乃山羊之类的乃羊 它们每年的产奶量高达1200公斤 可供一个成年人喝七年 一些羊的羊脚特别大 比如盘羊和圆羊 圆羊的羊脚最长能够长到1.5米 虽然羊脚很长 但是圆羊的行动敏捷 上墙爬屋样样带行 说到行动敏捷 雪羊常年生活在悬崖峭壁上 它们甚至可以在走峭的山坡上奔跑 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绵羊 除了能够提供温暖的羊毛之外 绵羊的性格也是非常的温顺 另外 懒羊羊其实也是一只可爱的小绵羊 这家是老羊羊